大美诗书画 笔墨中国风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诗书画 我是曹可凡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诗书画中的君子品格 竹 我们都知道 古代文人喜欢永竹 但是以竹为生 真正活得像竹的是 新代诗书画三角的正屑 我们通常管的叫做正板桥 这个正板桥小的时候 趴在桌子上写作业 或许是一时写不出来 开了小差 那么这个时候 野深人静 秋风四起 正板桥面前的窗户上 开始竹影横斜 他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欣喜 提笔就画起了 不同时段 不同光线下的竹子 从那以后呢 就开启了他一生的画竹之路 他画竹 他也写竹 写竹呢 是为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那么这首竹石 就非常完美地诠释了正板桥 画竹的理念 竹石 竹石 正谢 咬定青山 不放松 立根原在 破烟中 千摩万机 还监禁 任而东西 南北风 正板桥写竹啊 就写竹 为什么叫做竹石呢 其实这个石头啊 是为了佐证 它对竹子品格的那种认可和喜爱 开篇是一个咬字 看到这个字 我们首先能够感觉到 正板桥笔下的竹子 可不是一般的植物 首先竹子不是被动的 它是一个主动的姿态 它会咬 会动用自己的能力生存下来 另一个就是 咬这个字里头 所透露出来的那股坚韧之径 也就是跟后边的不放松配合起来的 那竹子这种植物呢 它不仅主动地求得生存 还会努力地活着 以一种不放松的姿态活着 这句呢 就非常直白地说出了 郑板桥为什么喜欢这种植物 郑板桥呢 以诗话出名 可是呢 他做官 做得也非常好 他喜欢竹子 健行竹子的品格 这些也都体现在他为官的经历上 最早呢 郑板桥到范县做官 原本他就看不惯那些县老爷 坐轿出行 腰五贺六的样子 等他自己当了官 就立刻下了一道非常奇怪的命令 给县衙的墙壁啊 打了上百个孔 一直通到大街上 别人就问了 您这是干什么呢 郑板桥回答 叫做 出钱官 恶习俗气儿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说的就是郑板桥啊 他嫌弃前任那些县老太爷 那股腐败的气息 现在呢 他要打孔 放一放这股恶臭 所以你就看到 郑板桥这个人太怪了 又特别地洁身 自好 正直清廉 朝廷就把他调到了 维县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境内 其实啊 无论是从年兴上 还是城市的规模上来看呢 这一次调动 是一次升迁 表明了朝廷对他为官的认可 可是你要知道 从山东维县来看呢 他并不是像镇板桥 想象的这么舒适 因为他调过来的时候呢 正赶上这里连续五年灾害的第二年 说白了 违宪呢 就是一个烂摊子 可是呢 以郑板桥的这种性格 他必然是迎难而上 在没有向上级报告的情况下 开仓赈灾 最后 还让城里头那些有钱人 把囤积的粮食拿出来 接济灾民 他还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大家都非常熟悉 那就是《一枝一叶总观情》 表达自己为民请命的这么一种心情 郑板桥的《为官之路》 很快就止步于山东为县 他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那些腐败 时常口出狂言 讽刺高官 很快他就被罢免了 他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原因 放弃坚持自己的本心 因此想来这首诗的最后两句 千魔万机 还坚定 任而东西南北风 也就把他的那种洒脱坚守 以及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心情 非常完全地表达出来 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 《竹石》 这首诗呢 原来其实是一首题画诗 提在他的一幅名作《竹石图》上 有了刚刚的那首诗的解释 我们再来看这幅画呢 就非常能够理解 正板桥的这个用意了 这幅画的右边呢 有一块非常挺拔的岩石 旁边呢 还配着坚挺的竹子 一点也没有损失 这块石头的丙性 甚至呢 在与竹子并排而立的时候 也不会忽视掉 这块正气凛然的石头 而下面的那块 琢磨非常淡的石头 和右边的那块石头 形成了一个夹缝 夹缝中呢 生长着两杆 风骨蒸蒸 一浓一淡 风神俊朗 清新洒脱的竹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竹叶啊 是自下而上 由浓到淡 由老即嫩 而且呢 上部的这个淡叶呢 又正好和石头上的那种 浓墨胎点 相互衬托 整幅画的这种布局啊 看似信手年来 神丸弃足 无比清俭 无比精道 郑板桥写字画画呀 是为了卖钱 他早年的家境并不富裕 希望呢 要靠卖字画为生 那么 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作品啊 有辨识度 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书法 他的书法叫做六分半书法 下笔别字成一家 书画不愿常人夸 颓唐掩养各有态 常人尽孝板桥怪 正板桥的怪呢 还带着一股子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这么一种意味 也就是所谓的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可以说 是正板桥书法作品当中 最有识别特征的 这么一条恒额 在正板桥的身上啊 有竹子那种 任而东西南北风的狂放 有难得糊涂的无奈 因此呢 画竹到了正板桥这里呢 人与竹合一 人与自然合一 竹呢 才以一种更具有文化价值的方式 迎接为君子品格中 最为独一的意志